请开打赏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南下授旗 还有榆林县长张立善披挂彩带 两人连美力挺 由绿转蓝的许志豪 拼战麦辽乡长补选 许志豪麦辽竞选总部16号成立 国民党营造海线大团结 前现议员许志豪过去是民进党籍 2022年退党选麦辽乡长落败 这一次投入补选 获得张家班支持 并接受国民党征召 前麦辽乡长许中复深入早逝 跟婆婆妈妈们寒暄化家常 许中复为民进党籍 但民进党云县党部 这回不选彩不提名不征召 因此许中复以无党身份参选 但他说总部成立时 将邀请副总统赖清德助选 我有信心 我会合法做价位 让中央可以支持 让我们的辽政党副总统 可以支持 买到的大大设行的建设 有饭绿色彩的无党籍云林先议员许刘斌 这回补选不会有大咖相助 全靠乡亲支持 另外民众党2024 在麦辽乡得票超过三成 因此征召党员林一里参战 武党籍胡委政代会主席林家宏在县长张立善支持下 这回镇长补选披上蓝袍出征 民进党则征召前立委苏智芬的秘书林明正投入补选 有输不得的压力 要拼就是想赢 拼就有机会赢 胡委政是云林海线最大票仓 所谓赢胡委赢海线 这次补选更被视为是2026地方选举前哨战 没人敢轻呼 民事新闻蔡宗林林贤明云林报导